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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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然 有万年人生作药 胭脂姑姑就算是想死也会被我救活 既然事情办完了 做饭吧 我饿了 你屁股啊 明日再做吧 今日也算不得一天了 你不吃了 不了 晚上我去一览芳华吃饭 如果你想吃的话 我可以给你带点回来 不必了 早去早回 知道了 白滚滚一边说一边白手出去了 东华无奈地摇头 这么多年 他从天地共主到帝君 有几个人敢这样跟他说话的 以往都是他对别人冷漠还来不及 一览芳华 叶华出去了 家里只有阿黎和一众公额 其实并非阿黎约了白滚滚 是白滚滚自己找上门来的 阿黎小哥哥 吃饭也不叫我 是不是朋友了 小白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去人界了吗 你还真是关心我 我去人界你都知道 莫不是经常去太成功看我 既然来得巧 一起吃吧 白滚滚毫不客气地直接坐在了阿黎面前 家里多了个人吃饭 也热闹了许多了 这些日子 阿黎似乎也变了 变得沉默了许多 若非今日小白来了 她已经都是日未曾说话了 父君和娘亲的事 虽说她理解 可是却也因为他们的分离而不知所措 说到底 她也还是个孩子罢了 阿黎 你这菜倒是不错 就是没有酒可惜了 你这酒鬼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随了谁 谁知道呢 也许是青秋营脉本就如此吧 尽管这么说 阿黎还是给白滚滚拿来了酒 虽然与太成功的不同 却也别有一番滋味 喝起来唇齿流香 你今日怎会过来 知道太子殿下出门了你一个人无聊 来看看你 陪你吃个饭 如此你倒是有心了 我说小哥哥 我这大老远来陪你 你不陪我喝两杯啊 阿黎笑了笑 自己喝了一杯酒 见她如此干脆 白滚滚也很震撼 你心情不好 阿黎摇了摇头 只是自顾自的吃菜 也罢 既然你不想说 我也不勉强你 谁心里没有几个小秘密呢 来吧 陪你喝两杯 我干了 你随意 白滚滚跟阿黎你一杯 我一杯喝了许多 难得这一次阿黎没有喝醉 阿黎 你说 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啊 我夫君说过 喜欢一个人 就会担心她 关心她 无时无刻心里都在想 这个人过得好不好 看见她皱眉 就会不由自主的心疼 是吗 那看来 我也是有喜欢的人的吗 你有喜欢的人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 婴儿吗 我看出来了 你当初在一族救了她 又带她回太成功 既然帝君没有反对 怕是默许了的吧 白滚滚把酒杯扔到了一边 有些恼火 又有些失望 你这人怎么这么蠢 你这样能有智商做未来的天君吗 你骂我 凭什么 我哪儿蠢了 算了 我回去了 你自己慢慢喝去吧 白滚滚把筷子往桌上一丢就走了 阿黎以为是自己说中了她的心思 令她不好意思 便也没有多问 小天孙 时间晚了 我给您准备洗澡水吧 阿黎也没有吃饭了 趴在桌上睡了 很晚 太成功院子里 白滚滚一个人在抚琴 之前白真说要教她 她偷偷说自己根本不想学这个 其实没有人知道 她的情意其实很好的 这是白滚滚的院子 旁人不敢进来 不论日夜 只要她想闹腾 谁都不敢说话 四日早晨 白滚滚终于正常上岗 给帝君准备了一桌子早餐 帝君 看来小少主终于收心了 东华 吃饭了 我说白滚滚 你就准备一直这样对我直呼其名吗 帝君 吃饭了 罢了 随你吧 吃饭吧 白滚滚并不知道东华为了她一再违背自己的原则 只为了她一句话 一个表情 因此对于东华 在她的心里仍旧是没有任何的感情的 再多 只能算是自己的一个普通朋友吧 这一日 白滚滚照常来送饭 可是敲门许久却没有人回应她 白滚滚往外找了很久 都没有人 这会儿只见思命匆匆忙忙跑进来了 白滚滚伸手拦住了思命 思命气喘吁吁站着 小少主 思命 东华呢 帝君交代 若是小少主过来 便在太成功好好休息 不要出去 什么意思 东华要求尽我 帝君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你还是 听他的吧 思命 东华到底怎么了 他是不是出事了 你说清楚 思命不说话 白滚滚不再问他 往门外跑 然而 一道坚固的结界把他困住了 半步也是动弹不得 东华真的出事了 为什么设这么重的结界 小少主 帝君交代了 请您在这儿好好待着 而且 这结界 您是无论如何也破不开的 这是帝君用自己的性命设的结界 若是您要强闯 便是要杀了帝君 白滚滚退后了几步 不相信东华真的会有事 也不想困住 然而 尝试了好几次以后 还是无可奈何 这结界 果然坚固如铁 请小少主回去休息吧 白滚滚气脑的回了房间 然而却更加不放心了 因而听说白滚滚今日发了脾气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你没想到 我妈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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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